金黃色的蜂蜜美味又有意健康 但國內產量越來越少 而真蜜假蜜怎麼分 網路各種說法討論不斷 民眾臉書PO文提問 說蜂蜜引來很多螞蟻 不知道怎麼處理 但有網友直接回應 說螞蟻不吃真蜜只吃假蜜 但這個說法正確嗎 不完全正確 它會吃蜂蜜 只是這些螞蟻它的口氣 是吸田式的口氣 通常它會吃的蜂蜜 是調過水的蜂蜜 或者說它吸了一些水分之後 所釋放出來 實際測看看 一邊純蜜一邊是殘水蜂蜜 過五分鐘 螞蟻全跑去吃蜂蜜水 純蜜完好如初 其實蜂蜜在萃取過程中 如果卡快 蜂巢不夠熟成 或萃取時水分沒控制在20%以下 就成了較劣質的蜂蜜 容易吸引螞蟻 正常產量大概是15000公噸 今年整年好像差不多一成左右 真的蜂蜜裡面是會有一點點混濁的 民眾要分真蜜假蜜很簡單 只要將蜂蜜餐水搖晃10分鐘後 泡沫洗手可能就是假蜜 分辨真假靠自己不靠螞蟻 或許才能吃得更安心 借魯一紅王二池採訪不到